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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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喔 又到了我們到吃便當的時間 今天因為冰箱出門的時候臨時沒有帶攝影機 所以說在現場有錄了一小段 然後用手機錄了 因為風甲那邊現在開始熱鬧了 人蠻吵的 然後就效果不好 所以就乾脆回家再錄這一段介紹開場版 那今天要帶大家去吃的是 風甲的那個香港紅利騷辣 那這家店從我還在念風甲的時候 約二十幾年前我就開始吃了 然後也算是學生很經濟實惠的選擇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他們家的便當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大家的便當 然後今天買的是那個燒鴨腿飯 然後我自己又加了一份燒肉 那一份燒肉是30塊應該是一兩吧 好我們就來拆它 好這就是他們家的那個燒鴨腿飯 然後燒肉是我自己另外單點的 好然後今天忘記叫店家不要剁燒鴨腿 所以今天沒有辦法享受那種 整隻鴨腿拿起來啃的快感 好那也是OK的至少只可以看斷面 你看它鴨腿的斷面 然後它這邊當然就有三種菜 對那菜是店家配的 好今天是那個這個應該是那個補襪 然後蘿蔔炒蛋 然後這個是炒小白菜 好那這個是它的燒鴨腿 好那基本上我是覺得他們家的燒鴨的橙色是看起來蠻厲害的 對 好這皮應該是脆的 然後燒肉 燒肉我剛剛在現場是看到燒肉蠻厲害的 所以當下就決定再加一份 這樣30塊 好這邊還有那個炒麵腸 酸菜炒麵腸 所以它的配菜是四種 酸菜炒麵腸 好那這個便當 其實它蠻便宜的 因為它的燒鴨腿飯才90 所以這個便當是120 所以真的是學區的消費真的是低很多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吃這個便當 好那我們現在來吃這個便當 然後當然按照慣例我已經有便康盒蓋掉 剪掉了 然後便當就長這樣 好那首先 來吃他們家的蔬菜 這是那個補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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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番茄炒蛋 我是覺得賣相不太好 要看起來很暖的 所以倒沒那麼好吃 那小白菜 這是炒青菜 單純的炒青菜 青菜菜炒不好喔 我看店也不用開了 菜炒還不錯蠻脆的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酸菜麵腸 酸菜麵腸 酸菜麵腸 這也是很精靈的下飯菜 然後再吃他們的燒肉 讓我們燒肉 都挺好吃的 那個皮是化皮的 然後肉的部分也不會太柴 我來看一下 挺好吃的 那接下來看他們家的燒鴨 燒鴨腿 那這個燒鴨腿 90塊 應該真的是蠻便宜的 因為現在市區吃的話 大概也都要 110以上 他今天有多塊 就沒辦法拿整隻給大家看 他們家的皮 還有點酥酥的 調味的部分也不錯 然後肉 吃起來肉就完全沒有那種 鴨肉的那個臭味 味道剛剛好這樣 這個就是港式燒辣 我上去吃那個 廣峰燒辣他 那個是有點像北京烤鴨 那再來看他的飯 這個飯都有幫你澆那個燒辣的 燒辣的湯 飯量還不少啦 估計大概這裡有一碗半 嗯 嗯 滴滴分明的飯 嗯 然後 進到這個滷汁啊 好吃 這個燒辣子 那這家店就是 在逢條路上便當街那邊 那當然便當街他現在已經都差不多了 就聖梅香啊 跟這一家是 是我那個 學生時代就存在的店 然後 這家店就是說 網路上當然就是 大家自己去看Google Map 那個紅利燒辣 他的那個 那個 評價褒貶不一啦 啊我今天自己去買 是 覺得跟我之前 讀書的時代吃到的東西 感覺是很像的 就是CP值高好吃這樣 對 然後便宜 好 那今天的便當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然後美食情報便當資訊不漏解 那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喔 好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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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